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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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那麼貴 貴鬆鬆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就說 我們來買小宅吧 大全 據說現在小宅夯得不得了 但是在今天有一則幸運席事 台中有一名上班族 他買了小宅之後 他說他誤入陷阱 因为交屋前发现 信贷合不下来 造成他沦为断头户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 你说你先买个房子88万 OK吗 这房子有这么便宜吗 可是小宅不是现在都 打着低总价低自备款吗 对啊 过去也有免钱交屋 不是小宅本来就是在打年轻人市场 你最好想太多 我们先看一下光是这里头的字 关键字叫什么 建商贷款的贷 结合信贷的贷 基本上这个贷款的概念叫什么 叫负债 搞清楚这个贷款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其实买房子你一定 我们其实讲了很多次 你不要以为说 建商说给你低自备款 我看懂了 也就是我们买房子 一般来讲我们是跟银行贷款 可是年轻人没有钱 所以年轻人就说 就算跟银行贷款 我还是没头期款 建商说没关系来 我借给你 所以可以向建商贷款 同时呢 来我帮你去办现贷 信用贷款 好了 所以全部都贷款 问题是一个人贷款是有quota的 信用贷款 拜托拜托 观众朋友 欧弥陀佛记一下 薪资的22倍 薪资的22倍 很重要 薪资的22倍 来我们讲一下 其实观众朋友 真的 其实有很多人 好像年纪很大了 买房子很简单 我给你很简单问题 你都不知道 第一个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买得到还要贷得到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那时候做房地产节目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你干嘛又提这个往事呢 没多久前 没多久前 若干若干年前 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就讲过 买得到很简单 签两个名就买到了 贷得到才是重点嘛 那你的财务 银行评估 但是建商跟我说带得到啊 他说信贷没问题啊 所以啊 所以自己要衡量自己 欧不OK啊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是买中古屋 请你去跟银行问问看 你带不带得到 你去银行坐着喝杯茶 聊聊天 我值多少钱 银行贷款评估两个 第一个是乌矿 第二个是还款能力 乌矿的部分 银行会跟建商评估 你自己的能力 银行帮你算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住得起要养得起 什么意思 这一张没钱对不对 所以你听过什么 宽限期有没有 有 很好对不对 只还利息不还本 一般都两年到三年 对好 两年过了之后怎么办 那就本利摊了 你爬不爬上去 不见得爬得上去 所以你住进去 你还要搞清楚 宽限期过之后 你养不养得起 到时候我会加薪嘛 对加油好不好 加油 第三个要住得好 要换得好 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就三宅一生 一个人一辈子 不是要你住一辈子房子 那我觉得基本上 大概你说 小夫妻刚结婚 住小一点无所谓 但是小朋友长大 所以你是不要考虑换屋 换屋的时候 你现在自己住 住的Y7扭8房子 都没有关系 你以后换屋的时候 人家要买你才能出厂嘛 我跟你讲 我看过一个房子 那看完我眼泪都掉出来 50平隔两房 有没有那感觉 50平隔两房 你家里头好像 卡拉OK包厢一样 别人谁看得懂你房子 到底谁看得懂你房子 他看不懂 他就不会买嘛 你知道所以这个原则 搞清楚 因为我们家也是隔两房 好 再来 三个观念其实很重要 第一个房屋是资产 贷款是负债 你还没有还完之前 你还完之后 你叫做屋主 没有还完之前 你就是乌奴 记得这很重要 那你现在讲 大家都不要买房子了 不是不是 你要自己想办法 让这笔贷款还完 如果你收入 跟朱学恒一样高的话 你因为你买了个房子 大概三年就还完 偏偏他又不买 你看讨不讨厌吧 你不要扫到他嘛 好 来 总价是关键 大家在提什么 自备款 几% 你搞清楚 你吃不吃得下 那个大披萨才是重点 不是披萨切多少遍 如果说你现在月薪 2万5你想买地宝 加油 祝福你买不到 没有人会月薪 2万5想地宝的 有人会做梦 有人会做梦 朱学恒我告诉你 我租得到 我租得到 不管了 但是我就是想买房子 我就是一个一般上班族 我就是要买小宅 到底要买哪里 所以我办理你不要啰嗦嘛 人家就是要买嘛 这些都是重要的观念 我要先讲 那这个东西 阿关问得非常好 就是进场之前 先想出场 你要想 你以后换房子的时候 谁会要买这个地方 不管大宅 小宅都一样 我们先讲 小宅的话 大概就是地段 地段地段 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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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吧 但是有些地方 不见得适合做小宅 现在很多销售公司 觉得总价低就很好 我告诉你 像天母那种地方 小宅没有用 天母都好亚人 天龙国中 天龙国 所以如果你小宅 所定的区域是天母 不要 因为那地方没有 买小宅的课程 哪些地方不要 不然我们删去罚好了 对 你除非是像天母 这种很特别的地方 人家没有捷运 没差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地方 小宅 绝对不会是热销产品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蛋白区 大概小宅也没有什么需要 你说离捷运500公尺 1000公尺之内 大概OK 离捷运2公里 你就别淡什么 所以蛋白区不要买小宅 小宅将来的 转手率不好 而且全壮15 所以淡水什么 我们讲地方 我讲蛋壳区 或者假塞 还比较坏 OK 蛋黄OK 蛋白边一点就要考虑了 那蛋壳区的话 就没有什么小不小宅 假塞 所以小宅 既然买小宅 就是要买市中心 蛋黄 好地方 或者捷运 这样才有办法转手 对 一定要有捷运 对 一定要有捷运 但是捷运到得了 比如说像芦州 三重 这算 算还OK 但是你要看 芦州有蛋黄蛋白 三重有芦州 也有蛋黄蛋白 所以你尽量往蛋黄里头挑 所以蛋黄不见得指的是 台北市中心 对 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蛋黄 是那一区的蛋黄 对 三个重点 一定要讲 合约 合约 很多朋友说 我看合约 我看不懂 看不懂 你买个什么 什么网路上 国外网站 插个什么 写英文 你都看有 这中国字 你为什么看不懂 你不看 对不对 是不看 可是那都支持合约 每一本都长一样 为什么好看 你当然还是有 因为有些要 自己填的 你的评数 跟我的评数 不一样的地方 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些特殊的条款 要看 好我刚讲 贷款信贷22倍 还有一个重点 三层自备款 再加10%装潢费 刚虽然 足球人讲说 什么IKEA几报 你也不是直接买IKEA 你可能买个新房子 还是照装潢账 所以你就说 如果你要买房子 除了准备三层自备款 还要记得这10%的装潢费 先传可以来淡 对 如果通通靠贷款 不小心 就会防财两失 不要搞得太紧 就会沦为断头户 特别特别提醒 所有的小资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排出 这次被揭称补写的 还是在转发不成 转发下来 打排出 在转发 我直接把 applied 好 小资族